各位好,我是安保岩,一个谈古琴并且思考古琴的人 我学琴17年,是从著名的古琴家、卓琴家和学者唐建元先生 有人听到我说思考古琴这个词可能会觉得有点别扭 因为古琴经历了3000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了 从古到今的琴谱和琴论,一个人一生都学不完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讲一个词,都在讲传承 可是你呢,说你在思考古琴,请问你具体思考的是什么呢? 我的出发点是这样的 大家都知道最近的两三百年,人类的视野和生活空间有了极大的拓展 全人类的生活形态变化非常大,思想领域的变化就更大 那么古琴呢,有3000年的历史 如果用当代人类的观念来审视古老的古琴 就会产生很多有趣的人士 也许是更加清晰的,更加深刻的人士 我的一些思考非常愿意分享给大家 不管您有没有学古琴 不管您是初学还是资深的琴人 也许我的观念跟您之前听到的有些不一样 欢迎讨论 这是第一集啊,我们先聊一个貌似很简单 但是呢,又很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 就是如何听懂古琴曲 我先跟您讲一件真事 在67年以前,2013年的1月吧 大冬天,我路过一个北方城市 之前呢,就听说某古琴家弹得好 他参加全国比赛得过大奖 教了好多学生 我就打电话,约好时间去拜访 到他们家里面呢,听他弹琴,确实是不错 然后坐下开始聊 我挺想知道他弹琴的事 心里想什么 因为从这个能看得出来他对琴曲的理解 能看得出他是如何组织这个琴曲的 这个很重要 这是属于弹琴的心法 我就抛出一个问题 我说,请问您弹长门院这个曲子 心里是想着汉武帝和陈阿娇吗 长门院这个曲是个什么故事呢 传说是汉武帝四岁的时候 见到了表妹陈阿娇,很喜欢 这四岁就一见钟情了 他说如果阿娇嫁给我的话 我就造一座金房子给他住 为后来果然娶了阿娇 汉武帝十六岁当机 陈阿娇就变成了陈皇后 再后来呢,陈皇后失宠了 被扁居住在长门宫 每天是哀愁悲泣以泪洗面 陈皇后想了个办法 派人带了一百斤黄金 去送给大文学家司马向儒 请他写了一篇文章 就叫做《长门妇》 这个文章里把他自己的悲苦和思念描写得淋漓尽致 文章呈现给汉武帝 汉武帝读了之后深受感动 想起来以前的勤奋 于是陈皇后重新获得宠幸 夫妻感情又好了 这个里面就留下了两个著名的典故 就是金屋藏娇和千金买富 我这么问呢 是想引导这位古秦家说出一些个人的体验 我以为他会说 非也 其实我弹琴的时候想的是什么什么 谁知道那位秦家呢 不假思索的说 是的 我就是想着汉武帝和陈皇后 我只好再追问 那您想汉武帝和陈阿娇的故事 只是因为这个琴曲他叫做《长门妍》吗 如果您拿到这个曲谱 开的部分是残破的 它就没有标题 难道您还能想得到《长门妍》的故事吗 这时候呢 我一转头正好看到阳台上有一盆兰花 我就对着秦家说 也许这个没有标题的曲子 您弹了好久 您觉得这曲子里面 有郁闷的情绪 有的地方是愤恨不平 有的地方像是在抽气 您把它命名为幽兰院 那幽兰是怎么回事呢 孔子看到兰花和野草长在一起 就感叹他自己的不得志 那么您弹琴的时候 不想着陈皇后的幽院 您想着兰花的幽院 这是不是也说得通了 陈阿威鼓心家想了想说 我谈久了还是会想到汉武帝和陈皇后 然后这话题就聊不下去了 这是真事 那次会面呢 对我触动还挺大的 他作为一位资深的谈琴人 居然会这么回答 可见他弹的是很多 可是思考呢 就太少了 那么一首古琴曲的典故 对弹好这个曲子有什么用呢 一开始是有用的 典故是帮助弹琴人入门的拐杖 它可以用来启发学生 使得这个学生呢 进入到琴曲的氛围之中 尤其是有的学生 但是小孩 他还没听说过这些典故 那学坛古琴呢 顺便了解文化 这也是一举两得嘛 但是入门之后 就要抛开典故和琴曲背景 这些拐杖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根本的问题 音乐无法讲述具体的故事 你看在各个艺术门类里面 音乐天生就是最抽象的那个 别的艺术门类啊 比如说画画 从原始人开始 原始人严动壁画 都要有个具象的捕猎场景 野牛狮子之类的 古代的戏剧呢 他总要演一个具体的事件 建筑相对来说是比较抽象 但是建筑上往往会有彩绘的壁画 有雕塑 有文字做装饰 可是音乐自从诞生起 它就不用描绘那么具体的人物和事件 关键是音乐就没有能力描绘 具体的人物和事件 比如这句话 我姓刘明彻 后世称我为汉武帝 我敢说 古今中外 再高水平的音乐下 用再精妙再昂贵的乐器 都不可能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观众 就不可能让观众明白这句话 古琴是做不到的 交响乐团几十人 他也做不到 很多简单的话 比如今天中午我吃了饺子 我老家是北方的 这个桌子卖一千块钱 这么简单的话 音乐都没有办法传达 那么长门乐的故事要复杂得多 音乐怎么可能讲得出来呢 所有的乐器都不能够讲典故 可是我们经常看到这种场景 一些弹古琴的人 很笃定的说 这个曲子 描绘了某朝代的某个典故 那么学生学曲的时候 也往往追问老师说 请问这个曲子 它讲的是什么故事 甚至还要问 第一段是什么情节 第二段是什么情节 这老师呢 也会主动讲述典故 告诉学生 你想要弹得好啊 你就必须了解历史背景 然后你要带着 陈皇后的感情谈 欣赏古琴的时候呢 也往往用典故 作为评判的标准 就是 你的演奏有没有表达出 陈皇后的悲伤 只有表达出陈皇后的悲伤 才是好的 才是正确的 那你看到了 古琴呢 明明无法讲述具体的典故 但是古琴的各个场景 都充斥着典故 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现象 顺便说一下 金屋藏交千金百负的故事 正视力都没有记载 都是后人写的野史 那么古琴不能够讲典故 他能讲什么呢 他虽然不能准确的讲述 陈皇后他为什么愤懑 他几十年人生的前因后果 是怎么回事 但是如果谈得好 他能够充分表达愤懑的情绪 也就是说 古琴无法确切的显然叙事 但是他有能力表达情绪 这就是他的第一个强项 古琴还能做什么呢 第二 古琴可以营造出意境 我们现在往往把意境这个词 给狭义化了 一说 哎呀 真有意境 大都是指宁静安详的意境 其实呢 不光是宁静安详 其他的比如 宏大 苍凉 躁动等等 都是意境 很多很多种 古琴可以营造意境 第三呢 古琴可以表现出动态 什么动态 升起滑落 蓄力又释放出去 转弯 折脚 古琴造的动态 就像草书的线条一样 变化丰富 其实我现在说这三点 情绪 意境 动态 就是古琴 在艺术方面的价值 我先把观点放在这儿 艺术的价值就在于 表现情绪 动态 氛围 空间 所有的艺术 都在表达这几项 音乐 绘画 雕塑 建筑 舞蹈 书法 都不例外 古琴也是一样的 但是古琴 相对于其他的乐器 确实有它不一样的地方 它不是个 那么普通的乐器 这古琴在中国历史上 是最古老 最具有民族精神的乐器 古琴对中国历史 方方面面 有很广泛的影响 是真正的远远流长 但是 也正是因为这样 古琴的艺术性 在漫长的历史中 被文化 典故 宗教 包裹的格外的紧 这种状况 也许比全世界 其他所有的乐器 都要严重 知识是理性的 艺术是感性的 所以知识 要去学习 可是艺术呢 是要感受的 知识和艺术 根本是两个范畴 古琴的背景 典故是知识 是信息 可是我们欣赏古琴曲呢 是一个艺术行为 所以说 如何听懂古琴曲呢 不一定从知识入手 而是要从感受入手 当你感受到了情绪 意境和动态 你才算听懂 如果只知道了 琴曲的典故 并不是听懂了这个曲子 好 这个是从欣赏的角度 那么从弹琴人的角度 弹琴的时候 可以想些什么呢 下回再说 谢谢各位 欢迎您转发 也欢迎您来深圳的琴府 交流做客 您可以加我的微信 1357087015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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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